伊拉克有超過20人在幾宗炸彈爆炸事件當中喪生 傷亡最嚴重的襲擊發生在首都巴格達以北城鎮杜賈爾 一名自殺炸彈殺手開著裝滿炸藥的汽車衝入陸軍檢查站 造成最少6名安全人員喪生至少15人受傷 據當地警方說 星期六晚一枚汽車炸彈在伊拉克首都巴格達城外的十月派社區的一間餐廳爆炸 最少有3人死亡 發生這些傷亡的一天前 伊拉克部隊發動針對基地組織有關的激進分子的攻擊行動